以兰线苏澳镇22日晚间 八时发生一起持刀纠纷事件 警方指出 事件起因于面殿的鸡块受庆 使得王姓少年没被请到 因此对店员进行嘲讽 蔡姓老板得之后 上前与王姓少年理论 双方因此爆发口角 之后 王姓少年与其余七名犯贤共八人 持刀 棍到场叫萧寻信 双方随即发生肢体冲突 造成蔡姓老板被不给付不遭化伤 后续送往罗东博爱医院治疗 所幸并无生命危险 苏澳分局与刑警大队立即成立调查小组 迅速掌握犯贤身份 并寻现查获八名犯贤到案说明 全案一行法防害秩序及伤害等罪嫌 以报请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苏澳分局重申对暴力犯罪 您容忍 针对任何违法暴力事件 必定依法就办 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冲动 勿逃跑王后悔莫及 勿逃跑王后悔莫及